欢迎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孩子的这首诗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想 这种生活一般人可能也就想想 然而有一对来自挪威的夫妻 却把这首诗变成了现实 本杰明和英格利来自挪威 有四个孩子 夫妻俩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他们在海边盖起了一座水晶房 而且这房子还在北极圈 因为热爱环保 他们整个房子的建造过程 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用的都是生态材料 并且家里所有的用电 都是依靠太阳能板 由于北极圈气候恶劣 为了维持室内温度 减少紫外线辐射 夫妻俩还找人在外面 做了一个保护罩 整个保护罩是由360块玻璃 和832根循环使用的 铝合金框架组成 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 远远看去就好像是 童话世界的水晶宫 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赞叹不已 但也有网友提问 这样的世外桃源生活固然好 但是孩子上学和社交问题 怎么办呢 不知道这样自给自足 甚至有点与世隔绝的生活 你想要吗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我们经常可以在社交网站上 看到很多宠物和主人感人的故事 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一只 叫Bella的汪星人 和她的主人Robert环游美国的故事 Bella是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 去年5月 她被诊断出无法治愈的骨癌 可怜的Bella被截掉了一只腿 并且医生告诉主人Robert Bella只有最多6个月的寿命了 主人当时刚刚毕业 一番思量后 她决定暂时放弃找工作 尽全力陪Bella走完最后的日子 于是他们开始了告别旅行 他们一起翻越过荒山 去丛林探险 在海边嬉戏看城市风光 令人欣慰的是 距离手术已经14个月了 Bella的状况仍然不错 主人Robert说她不会结束这段旅程 还要和Bella一起欣赏这个世界 看了这个故事 心里是不是暖暖的 我们也祝Bella早日康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